字幕提供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訂閱 按旁邊的小鐘 就不會錯過你的影片 另外也可以上 我們的Facebook 給我們一個喜歡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 看我們最新的資訊 各位 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字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今集我們純粹說回一個現象 你可以當是有樓盤推介,但是講真一句,這個項目我們很早前去拍攝了影片 不過一直都覺得不是太想主推,所以就沒有播放出來 首先想大家回顧一下,早前大概兩個禮拜前 我們就有一條影片給大家看了,關於我們的珠海人員 接收到一些朋友圈等等的訊息,說有一個橫琴的樓盤相當熱銷 其實當時我好像沒有明白是哪一個樓盤 而事實上,在朋友圈裡面說的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萬象世界 或者大家可以先回顧一下這條影片,有多少人的熱銷 若然沒有看上一集的朋友,我在這裡也再講解多一次 剛才這條影片以我所知道是藍沙的樓盤 還有你看回剛才模型的室友中心位置 和影片裡面很多人的畫面,基本上整個空間是不一樣的 但當然,這個萬象世界其實我幾年前都到訪過 我覺得它裡面設計的每一個部分,包括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樓梯位等等 都真的相當不錯,是挺漂亮的 剛才那個影片就是由部分的銷售人員 放在朋友圈等等,或者是發放給客人說這個樓盤很旺等等 我相信也不是本身這個發展商要求員工們這樣做的 純粹是個別銷售等等去做這些事情 現在想說的就是,雖然這個項目是有人員作虛假的宣傳陳述 但並不代表橫琴在新消息之後並沒有迎來一波熱銷 上次的影片我講了橫琴在新消息 其實你說是跟預期說給澳門管,是有車市落差 不過共管這個概念,我相信很多投資者是會接受 以及會認為是一個好消息 我當時都覺得整件事相對是正面的 我也有提過大家,就算你都視為一個好消息也好 不需要急著馬上去投資環琴樓,你可以看定一點 到底這些二手樓是不是好像早幾個月一樣 真的有一個調整價錢或者很硬正等等 然後你再去考慮一下是不是要投資環琴 但現實的情況就是上次的消息公佈之後 環琴有共管的概念 這個項目最少已經是多了人來參觀 以及成交數字是高了很多 先講一講目前這個項目整體的價錢到底是怎樣 現在大概是兩萬元這些水平的單價 現在大概一百萬左右 都真的可以買到一個小小的商辦產品 正如大家現在在畫面上看到的 這些弧形其實都是一個商辦的產品 而我所知道呢,隨著環琴的新消息之後 也都有不同類型的頻道 大大小小的頻道 其實是再次到訪這個項目 因為知道現時這個項目 也是受著很多想投資環琴的投資者歡迎的 我們都有一些雙熟的舊客戶 收到一些國內的銷售人員 有很多利好的消息等等 我們在最後都會發放他收到的一些利好消息 包括什麼 他就問我們意見 就說這個的萬象世界到底買不買得過 我們就說其實你要買是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你最重要是知道這個產品是什麼的性質 譬如說他已經是定性為一個商辦性質的 政府也都叫了一些代理等等 其實不應該叫他做公寓或者是Loft的說法 總之跟客人說清楚是一個商辦 你看到門口那裡都寫著是辦公室的 若然你覺得這個商辦的產品是吸引的 那你就買吧 最怕的就是買家們又想買 又想投資環琴 但是原來他真的不知道這個產品的性質 不知道商辦是什麼 結果買了之後到最後過了兩三年收樓後 才發現原來不是他當初想像這樣 然後就說銷售人員欺騙他等等 然後衍生一些所謂維權或者要訴訟等等 那這個是最不想見到的 正如有一個故事我都提了很多次 就是關於在大概一二一三年一四年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買家買了坦州買了金灣 是不知道自己買了這些地方 反而以為自己買了環琴 因為當年的宣傳實在太喜歡把金灣和坦州 以至到環琴北面的一些地塊當做環琴賣 有些買家想著很便宜買了環琴就很開心 但是去到收樓後一段時間才發現原來自己買那裡不是環琴 也都覺得銷售人員是有欺騙他之嫌 當然也有部份是在香港下了訂 然後通常當時下了訂都會有一些所謂看扭團 去到現場才知道原來我買的不是環琴 我要退訂等等 一些的案例都有發生的 所以我經常都提了 買家們要清楚自己買了些什麼 還有買了什麼地段 至少你合同那裡也要看一看裡面的內容 若然你已經清晰知道它的性質 而又真的覺得投資一個環琴的產品一百萬左右是OK的 那你照去買是完全沒問題 可能有觀眾都會好奇 為什麼當初我們這個在冬天的時候已經拍攝了的這個樓盤的影片 但是就一直沒有播放出來 其實最主要就是我們看到過去的年紀裡面 環琴的政府對於這一類型的商辦產品 其實相對管得越來越嚴重 我們就說回在共管這個消息之後 其實澳門這邊的政府當局 是有發出過一個文件通知從業地產代理的朋友們 由於收到珠海和環琴住建部的通知 就說萬象世界這一邊的整體房源性質 是商業、辦公 是不可以用公寓或者Loft等等的一些說法作為宣傳的 那就叫業界注意 當然我相信本身這個操作也不是針對萬象世界 基本上環琴很多這些商辦的產品 當局也要求說回商辦的性質 不過也要補充一點 環琴現時這一類型的產品 基本上都有做酒店的 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說過 所以我說環琴這一邊 近乎是最多酒店的區域 另外最後也想提到一件事 就是我昨天的影片也有說 目前恆大的事件之後 加上個別 有一些相對小規模的發展商 都被傳說有機會出事等等 所以我就認為一些央企和國企是具有實力的發展商 在未來的時間可能會受惠 那無可否認 華潤這個發展商 肯定就是我所說的其中一間 因為現時萬科、中海、華潤 這幾間都肯定是比較安全穩妥 另外當然包括保理等等 也都未必是這麼少 我只是拿了這幾個具有實力和大型的發展商 做一個例子 反正隨著現時國內房地產 在各方面的情況 可能會是一個太陽流強 和一個洗牌的情況之下 我們認為這一類型的發展商 在未來的銷售情況上是會相對受惠的 所以這個也是解釋了 為什麼最近華潤萬象世界這個項目 會比較熱銷 關於這個萬象世界產品的性質等等的話題 就來到這裡 最後也想再分享多一點 其實自從橫琴的新消息之後 我都再連續出了一兩條片 是繼續講橫琴的一些事情 當中也都包括現時有不同的人員 都會繼續去加添一些內容進去 譬如說是2022年會封島 令你有個遐想 又或者是會再在本身的內容上面 增添更加多的前景 讓你有一個遐想 或者是有一個願景 本身這個行為也都沒錯 因為賣樓的人士肯定就要給你一個期望 不過最終你聽了一些資訊 聽了一些消息 以至到一些數據之後 你真的要自己分析清楚就可以了 假設看完這條影片 你本身是有意至葉珠海也好 橫琴也好 以至到大灣區也好 但又未想到確實哪一個地方 會適合自己 哪一個樓盤是一個最佳的選擇的話 又覺得我們的分析是說得不錯的 歡迎聯絡我們 我們看看會不會給到一些意見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都說得不錯 歡迎給個讚我們 和分享這條影片給你身邊的朋友 當然你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後一部分 我們放回兩條的報導影片給大家看看 最主要就是我們的客人 收到一些國內的代理 亦都是猜出一個好消息 其實事實上都是一個好消息 只不過在這裡分享這個資訊給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吸收到不同的資訊 自己再自行分析和判斷 今集內容就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我們希望能夠在約港和大灣區 規劃綱藥的基礎之上 把它做成特區的我們的特區 或者自貿區當中的自貿區 完全可以實施一個澳門產業空間的備增計畫 不僅把珠海把澳門這一基打造好 同時打造為珠江口西岸的真正的新的發展引擎 橫琴約要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的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公開發 為建設高速對外開放新啟示 提升優勝環境 提出了新的目標 我想強調的是 中方將一如既往為外國投資者來法投資興業 提供更好保障 好可怕 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置業的道路上 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 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戶型的優缺點 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留 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 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置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窩 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 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置業的問題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